康熙微服私访到了一个小饭店 结果等着上菜的时候 却发现大家都看着自己 一飞 他们怎么都不吃了 光看着他们 一飞听后哭笑不得 表示您还像在金兰殿上坐着一样 整个人绷成一条线 他们自然盯着你看个不停 这让康熙愁得不行 他身为大清皇帝 自小学的就是坐如中立如松 你就不会坐如泥 立如柳吗 康熙听后环视四周 然后就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只见他掀起袍子 并将一只脚踩在凳子上 其他人这才一开了目光 康熙却明白了一个道理 说这就是入乡随俗 话音刚落 小二就端上了一份野菜 还没等康熙说话 三得子就抱怨了起来 哎呀 怎么这个也上啊 不是告诉你们了 讲究点细致点 细致了 摘得干净的呢 三得子哪敢让皇上吃这个 于是就让小二把菜撤了 结果却被康熙拦了下来 他每天吃的都是山珍海味 野菜还真没吃过 于是就来兴趣 一筷子下毒 康熙瞬间两眼放光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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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有一股清香之味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康熙竟扭头就让老板娘 给每桌客人都来一份野菜 但野菜这玩意 哪个老百姓没吃过 也就每天山珍海味的康熙 把它当成饱 爷 我们打小就吃 就也没吃过 康熙听后恍然大悟 为了弥补自己的失言 他大手一挥 竟然老板把野菜换成牛肉 这可把大家给高兴坏了 上来就夸康熙一表人才 然后就端着酒碗跟康熙套进口 这可把三得子吓了一跳 你一个平民老百姓 怎么能跟皇上喝呢 说着就要帮康熙挡酒 但老哥却不乐意 康熙见状也不好拒绝 于是就直接来了一大口 但康熙可没喝过民间的劣质烧酒 被辣得直串鼻子 其他人见康熙这么好说话 也提着一杯酒过来 想跟他称兄道弟 康熙则是来者不拒 三得子也没想到 皇上能这么老实 每口酒都喝得一干二净 可他越是阻拦 康熙就越是来劲 甚至跟老板娘表示 今天所有客人的消费 都由他买单 这下老板娘开心坏了 上来就让他给十两银子 三得子刚想掏钱 康熙就走过来表示 三得子生怕康熙说漏嘴 连忙把他送回去 怎料喝多的康熙 却让三得子给老板娘二十两 还说不能让人家吃亏 康熙用龙袍跟乞丐换衣服 只为体验生活 三得子法应却不乐意 直言就算是打劫 也没必要打劫叫花子 康熙却摆起了皇上的架子 说罢就脱下龙袍 让他们跟乞丐交换 这样就不算是打劫了 康熙看得笑呵呵 乞丐却慌得一批 表示自己里面什么都没穿 让他们放过自己 三得子见状就拿起龙袍 说这是真正的苏绣 值好几百两银子 乞丐一听这话 当即配合二人换下衣服 然后说他们是傻子 你是傻三 你是傻四 不许后悔啊 不许后悔啊 乞丐怕他们反悔急忙逃走 三得子法应只好先过去交差 还没等康熙换上乞丐服 一群乞丐就冲了过来 表示他们也想换衣服 吓得一飞让三得子法应抓紧离开 随后康熙就换上乞丐服 来到大街上微服私访 结果他乞讨了半天 才拿到了一个窝窝头 但康熙身为大清皇帝 什么时候吃过这个 就在他犹豫不决之时 一个小乞丐却拿着破碗跑了过来 康熙转过身子躲着他 怎料小乞丐却赖上了他 直言自己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这下康熙不乐意了 我现在也是个要饭的 难道要饭的还要像要饭的 要饭吃不成吗 没这个道理 说吧就要吃了这个窝窝头 这可把不远处的三得子法应给急坏了 康熙回过头一看 却发现小乞丐两眼泪汪汪 这让他于心不忍 于是就把手里的窝窝头塞给了他 怎料一旁的乞丐直接抢走 然后不顾一切地往嘴里塞 好在康熙眼疾手快 这才把窝窝头抢了回来 小乞丐也不嫌弃 笑着啃起了半个窝窝头 两人就这样聊了起来 可让康熙没想到的是 小乞丐却说要教他如何乞讨 直言像他这么大的手 就应该一手抓两个窝窝头 抓窝头都抓不好 就甭说抓江山了 你说的对我不会抓 然后小乞丐就让康熙跟着他 表示自己推荐他进丐帮 康熙一听还有这么好玩的事情 当场就同意了下来 三德子法印却担心皇上饿坏了身子 于是就给他塞了一块酱牛肉 我说一个青州府了 热极了冲上金蓝殿 杀了皇帝老儿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对对就是 康熙微服私访当乞丐 怎料他刚到这里 丐帮帮主就让他上交食物 好给大伙做一锅大杂烩 但康熙身上除了三德子给的酱牛肉之外 根本没有其他食物 乞丐们见状就要赶他离开 怎料丐帮帮主却不同意 直言大家乞讨都不容易 既然进了一间庙 那就是一家人 这话说得康熙无地自容 于是就把酱牛肉拿了出来 众人都看傻了眼 你也读过书吗 读过两天 这读书人旧味不一样 一旦沦为丐帮 也是个能要到肉的饺子 从孔子到盐回 不都要过饭吗 他们要饭可不是为了活着 是为了盗 你说的盗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仁义了 怎料丐帮帮助却对此嗤之以鼻 直言这种所谓的仁义 就跟金丸殿上的皇帝老子一样 都是虚人假意 这话说得康熙摸不着头脑 结果当天晚上 康熙正吃着丐帮的大会菜 就看到一个乞丐跑过来通风报信 说知府红元道准备将县令罗氏常处死 原来罗氏常见百姓生活贫困 官府又让他们自生自灭 于是就将上脚博库的粮食分发给了百姓 结果却被贪官告到康熙面前 导致罗氏常一家被抓 唯独罗锦红躲过一劫 所以他收到消息后 就想要带众人冲击衙门 但康熙可不想让他们白白送死 于是就阻拦道 这样出去弄不好会判个造反杀头的罪 有理 反而成了没理了 你怕 你留下 这不是怕 只是你这种人马 到了府衙 慢说是官军了 就是衙衣这关也过不去 可时间不等人 罗锦红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康熙见状就推荐他先去找八府巡案 但罗锦红却不相信当官的 于是就领着众人朝衙门走去 康熙没有办法 只能跟在他们后面 他为了以防外衣 就偷偷朝一妃住的院子里扔了一个纸条 让一妃等人拟写圣旨 为他们保驾护航 就在三德子拟写圣旨之时 罗锦红已经带领众人来到衙门口 大胆刁民 还敢冲衙门 我劝各位 还是赶快回去 否则 刀下不留人 好 乞丐们被官兵这么一下 立马就耸了 罗锦红虽然知道他们不中用 但也没想到他们这么不中用 可是为了救父亲 他也只能独自一人闯衙门 康熙不忍心让罗锦红送死 于是就拦下了他 再等等还不到时候 你闪开 否则我见不容忍 以江山为重 以法为重 你千万一等 就在两人打斗之时 康熙却意外地摸到了两个馒头 瞬间就触发了康熙的被动技能 你听我说 如果到了此时形势还没有变化 我会带头冲进这抚养 话音刚落 换了一身官服的三得子就赶到了这里 并以巴斧寻暗于世龙的名秘 敲响了灯蚊鼓